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是涼感的外套 好可愛喔 小朋友的袖套 它有出新的 哪裡買 我也想要 包這麼多還是要注意散熱的問題 當時很容易重視 因為沒有散熱 它手被叮到 整個變成甜無辣植 真的喔 我真的 很酷 已經總能像米菇 假設西普利民 森克敏 盡量盡量兩倍三倍都沒問題 夏日大作戰開打 防曬防紋裝備少不了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分享各種防曬防紋的法寶 到底哪些裝備 是媽媽必備的No.1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夏天到了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我們要跟什麼媽媽學習呢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次呢 我們夏天 然後打網球那一攤 剛好那天人太少 所以我們有一個朋友就說 那我找個日本媽媽來陪我們 就是她也很厲害很會打這樣 好好好來 一個日本媽媽 她戴很長的那種帽子 我知道 全臉只剩眼睛遮住 然後全身包袖子什麼 唯一露出來的手 她有擦防曬 有沒有 對 很重重喔 然後每隔一段時間 她一定要補充水分 而且她絕對不會牛飲 她一定就是 小口小口喝幾口 拍拍拍拍 然後就繼續這樣 我會覺得 哇塞 所以你看她就是 一直都可以保持那種很白啊 然後也不會被蚊子叮啊 什麼的 但是其實夏天到了真的 我發現現在出去的時候 就大太陽 然後也好不容易 沒有大太陽就出去 全部一堆蚊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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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忙也就算了 然後還忙小孩 對 你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幫小朋友防曬 到底有多忙 你們很多 都帶來了對不對 對 這位媽媽 我都擺上桌子了 你真的太誇張了耶 因為太熱了啊 你看小朋友這麼從 介紹一下 從身上開始 我都給她戴這種帽子 這種帽子 UV又可以遮住那個脖子 對 她有遮住脖子喔 好不動喔 她遮住前面那個帽圓 然後又有脖子 但戴起來有點臭 就很像日本 小日本冰 喔 就是不怎麼食塞 這還滿可愛的 對 然後電扇 然後防曬 我買那種物理防曬的 因為我也是出外景 她說那種 好不動喔 對 然後用完這個 有時候太熱 還要噴這種噴很涼 噴的這個好舒服喔 會超涼超涼啊 小朋友最喜歡這個 這個很舒服 這個步驟有沒有 對 這個最有效 這個最有效 降溫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它就是一種 有特別材質的毛 它像毛巾 可是它其實不是毛巾 它就是你把它打濕 打濕之後就掛在脖子上 它就會降溫 對 然後因為毛巾比較容易 就是在太陽下 它就會蒸發就乾了 水氣蒸發就乾了 這個比較不容易乾 所以就是會讓小朋友覺得 所以妳需要冰在冷凍庫嗎 因為以前買過一個 是冰在冷凍庫 然後可以圍在脖子上的 也可以 對 但不要冰太久 因為它會硬 就會不舒服 妳是好媽媽 妳準備好多東西 可是因為小孩其實戴不住帽子 戴久就會長廢子 然後擦這個就會覺得 不舒服 你弄到我眼睛了 明明就沒事 然後有時候她會跟我說 媽媽 我不要擦了 那就選爸爸 妳看不會死的爸爸 沒有 因為小孩的爸爸多黑啊 阿翔那麼黑 妳小孩有遺傳阿翔 還是遺傳妳 我跟你講 我老公是黑條隊對不對 我的大女兒 她跟我老公 相似的程度是復刻版 而且是女兒 大女兒 一模一樣 她只要出門 我就是素系班的規格次後 就是一代基本配備這樣 那像有一次我們就去公園 我就幫她準備了像是 涼感的外套 然後長褲 她都好可愛喔 這種東西一定要基本配備啊 涼感也有這種公主 對 這麼漂亮 很漂亮喔 然後最近我找到了一個很酷的東西 因為小朋友穿 防曬外套會熱嘛 我看一下 在哪裡買 我也想要 很可愛的在 這個還不錯耶 這是什麼 我不要穿 我會把它撐大 這明明就公會 還好啦 這個還滿有彈性 這個還不錯 而且這個非常方便 很方便啊 所以她肯穿 她肯穿 因為她不穿外套就不熱嘛 是… 然後這裡還有出新的 就是有出到 什麼 冰絲材質 還可以降溫就對了 對 上面有圖案的 很可愛 不過像她們兩個算是很體貼 然後又很仔細的媽媽 像這樣包這樣是OK的嗎 這樣包是OK 因為大部分講到其實 因為小孩子都不愛噴那個 當然其實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衣物 我們的衣物啊 帽子啊 陽傘啊 這都算是屬於物理性防曬 就是沒有用其他化學成分的東西 但是包這麼多還是要注意散熱的問題 因為如果說你看 又是袖套 又是防曬衣 這樣就兩層了 那你的皮膚 我們不要講說沒有摔到太陽好了 你其實還有適當要散熱 然後你皮膚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功能 它是散熱功能 你在戶外的時候你包成這樣 沒有適當的空間 或讓人家忘記脫衣服 他可能就是也這樣穿著吃飯 然後就是忘記說進到室內 記得要散熱一下或打開 其實這樣是還滿容易中暑的 對 因為沒有散熱 其實醫學上啦 中暑是很嚴重的事情 醫學上 所以我們其實在那個 還在滿全身冒汗 然後濕答答 然後開始頭有點昏啊 頭痛 對 可是大家聽到熱衰竭 就覺得很嚴重 熱衰竭比最好 對 醫學上其實熱衰竭 是比較大家會碰到 他的誠信應該是什麼 應該就是 熱衰竭 然後才中暑 那後來我就每次講 大家都 後來我就說 好啦 那就輕微中暑 這樣大家 比較早可以理解 然後輕微中暑的時候 就是你流汗 然後結果熱衰竭的時候 就流汗 然後同婚 然後就像 那些心情 對 但是 對 你真正嚴重中暑的時候 你身體是放棄散熱的 那個就是當機的啦 那個就是要送入 沒有辦法 摸起來怎麼不流汗 對 那個就是危險 那個就是要考慮 在座有個新手媽媽 聽起來都很緊張 新手媽媽 你現在有好一點了嗎 有好一點 因為我記得葛東上 就來節目的時候 小胖才剛出生 沒多久 三個月 然後現在已經八個月了 好緊張 現在老神在在了吧 第一個夏天 他們小孩現在八個月 對 第一個夏天 對 因為出去推車 會有東西遮著啊 對 然後如果那個 它那個遮陽棚遮不到的話 就會再拿一個布把它蓋上去啊 其實我都會蓋那個洞洞 洞洞嘛 對 而且旁邊還可以微微風吹 那不會站住一個洞一個洞嗎 還有就是我不會 會在那邊太久啦 真的說了 對啊 因為我大家都會讓它在外面 大概三四十分鐘 它現在比較有接觸外面太陽 就是我帶它在陽台游泳 然後用一個那個小的充氣泳池 好可愛喔 然後有時候會在正中無遊耶 好像有點不太好 這還滿不太好的吧 因為爸爸就是正中無很熱 他想下水啊 那我看到爸爸一跳下水 就馬上把小孩抱開 可是我覺得大概三四十分鐘 我就會讓他起來 然後我的小孩又很怕熱 我會讓他穿比較透氣的衣服 然後也會給他喝水 然後一流汗的話就會幫他洗澡 因為他現在在雪爬嘛 隨便一爬就全身流汗 所以我覺得很長 一天都會洗到三次澡耶 就抓去洗澡直接沖涼就對了 對 可是他這個大中午曬太陽 小朋友如果真的曬太多太陽 是不是對肌膚 對啊 其實正中無真的 八個月肌膚很 很內 爸爸一定是老皮就算了 媽媽 媽媽要替小孩把關 其實他們有統計 十八歲以前 累積接受的那個紫外線的量 是非常可觀的 十八歲以前 對 等妳想到已經 因為小朋友皮膚其實是很薄 所以妳讓他正中無 我們有所謂口訣AVC 其中一個就是 十點到兩點不可以去曬太陽 所以那妳其他時間曬可以 但是因為正中無那個紫外線 強度是非常強的 所以他可能 像是像今天 在南部地區 他就屬於紫色等級的 這個紫外線的一個預報 那個只要曬十五分鐘就會曬上 對 那妳要知道小朋友皮膚 只有成人的一半 所以他的抵抗力是更差 那爸爸當然沒擦 就是 真的 對喔 就是建議 不建議中午去曬這樣 那如果說妳推出去 我覺得那個遮蔽的是可以 然後現在還有一種 給媽媽撐的 就是妳那個有一個傘 可以扣在上面 小媽媽在推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傘順便可以遮妳自己的 可是像我的小孩還那麼小 他可以擦防曬用品嗎 六個月以下是不建議擦任何東西 六個月以上有 醫幼兒可以使用的 那如果你真的有考慮說 不太想給他擦這些東西 就是用遮的帽子啦 一些外在的方式 那太陽眼鏡也要大 小朋友如果真的曬上 他的症狀是不是比那個 學齡的小朋友或是比大人 在更嚴重 對 那其實他們 跟大人也是一樣 就有所謂急性曬上 跟慢性的一些反應 急性就是當然是 輕度可能 像大家不知道 有時候 我有病人他是去陽明山 然後明明是一天 可是回來 真的 你在高山上面 他的那個紫外線強度 是會增加的 所以急性可能是 脫皮癢 刺痛 那比較嚴重就是 騎自行車去一整天那種 會騎水泡 對 那小朋友更會騎水泡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曬傷不會那麼嚴重 他就是會這麼嚴重 對 那如果慢性他累積 其實到他年紀大六七十歲以後 都是有可能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防曬是早人的事 其實他現在 大家統計起來 跟皮膚癌 有強烈的相關 像澳洲就是 然後全世界 他們就喜歡去曬 曬跟龍蝦一樣 那白種人又沒有 剛剛說那個膚色部分 假如是歐巴袋 等於天生你就擦一個 SPF4 細數的一個防曬 對 可是4其實有時候 還是不太夠 像夏天真的是 尤其是很多長輩真的 就是他覺得缺冷氣 就是還要給他穿很多 什麼皮膜沒有 什麼夏天 還有什麼冬天之類的 所以其實很多是 然後就穿很多 就是肺子 長肺子 在小朋友 他們的體溫特別高 然後調溫肌轉 還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常常會有所謂 透明的汗疹 然後紅色的汗疹 或者是 那紅色的汗疹很好認 為什麼 手腳都沒有 就是衣服脫起來 這一塊掉嘎嘎的位置 紅色一顆一顆 然後都是在前胸後背 衣服遮起來的地方 對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